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春花胖胖糖 前段时间跟大家见过好多吃面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也就是这一棵长春花有点烂根 像这种状态的长春花 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 那么很快就会导致它整个枝干都会枯萎 因为这个叶片已经开始发烟 已经枯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将它做一次大的修剪 像这些枝条全部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个时候也准备进入到冷冬 所以给它做修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促进它快速长新根 不然的话这个长春花就没救了 接下来先给它松一松土 因为它这个根烂了 松一松土的话可以让它容易长一些新根出来 又可以保证土壤的透气性 我们松完土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使用一些促进快速生根的肥料 比如说像这一种比利时进口的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 它不单可以促进生根 还可以给它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比如说铜铁 猛 心 铬 这些微量元素都比较前面 所以对于这种根弱或者烂根的花卉来说 效果会非常的好 我们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坚持大概15天给它浇一次 或者是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了 再给它浇上 这样的话 能给它促生根的同时 又有足够的养分来提供给这个植株 那么就不担心这一颗长春花出现这种情况会死掉 所以说不管是长春花也好 其他花卉也好 当它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促进它快速长新根 包括一些正常生长的花卉 都可以给它促进一下根系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生长旺开花多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